歡迎回來讓我帶你吃帶你玩 今天又是我們的吃爆拉麵系列 今天我們要去吃兩間拉麵 一間就是在長江路上很有名的這間義拉麵 它是臀骨系的拉麵 那我看他們還有賣叉燒飯 其實上次我們去吃那個命巫青鳥之後 發現叉燒飯非常好吃 現在去吃拉麵都會想看看他們有沒有賣叉燒飯 那我們現在抵達的時間是11點10分 他們11點半開門 那今天是禮拜五 現在店門口都沒人排隊 我們就排第一個 等一下直接進去吃吧 這是他們的菜單 口味還蠻多種的 那我們今天就從最簡單的濃厚蔥骨開始吃吧 那因為之前去Nagi被嚇到了 就是點正常的就好了 然後麵就是一定要超硬 然後呢 要必須要加點一個叉燒飯 蔥也是必須走那一陣 上菜了 我們的濃厚蔥骨拉麵 褲上面還有放水蓮 洋蔥兩顆兩拌的湯清淡 末尾跟青蔥看起來非常的濃厚 過不期待 它的湯超級濃厚的 有點像肉泥漿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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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麵款的細麵 謝謝 好謝謝 大早飯 馬上來一口 好 美乃滋跟一些叉燒水 然後淋上醬油炙燒過後 好看 那個叉燒滿滿的焦香味 美乃滋甜甜的 有點蓋掉那個焦香的味道 很好吃耶 感覺好像醬汁有點少有點乾 然後美乃滋有點少 不夠爽 感覺美乃滋可以再多一點 可以看到下面比較乾一點 沒有很多醬汁 好吃耶 留點白飯這樣 可以加到湯 可以看到它的麵條 這樣一撈起來都吸滿那個肉泥燙汁 濃厚的 濃厚的 豬皮乳的香味 然後有點肉泥肉末的香味 然後裡面的洋蔥 有點解膩 它是一個 比較刺激一點的味道 就是吃起來它可以把那個 油膩的感覺蓋掉 這個紫洋蔥蠻好的 吃吃飯叉燒 叉燒大概這麼大塊 然後也是圓形的 就是上面是肥肉 它根本是瘦的 只是這一塊瘦的比較多一點 一咬就下來了 肉香味很夠 這塊肥肉也太多 豬肉的味道很重 但是一樣沒有提點餅 就豬肉的香味 我點的是正香的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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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一點麵 然後加一點湯 來一點白飯 來一點白飯 來放加那個生果湯 它這個湯超級適合 加白飯進去 一定可以吸飽那個湯 好吃 我覺得夠爽 這個全果湯 加飯也覺得太爽了 它雖然很濃稠 但是真的不會過鹹 很好吃耶 難怪排隊排那麼多人 我是11點10分到的 然後剛剛 11點半要進來的時候 後面已經大概排了 12個人左右了 正義要吃大概 開店前的20分來排隊 你可以才對第一組進來 剛剛旁邊那一位 很好 它也是點了一個富士的 比較大部分 像照片上這樣 下次來應該吃那邊 它那個叉燒還有食燒過 加一點到湯匙上 好吧 整碗太辣 如果你是敢吃辣點 推薦加一點吃的 還要吃一半 還要炒 那辣湯是水辣 但是它不用喝的 就是有點偏一點巴黏 要不要散開來 然後有點 辣炒小一半的味道 有點辣辣 讓你的湯盒不會這麼嚴重 可以變換味道 然後再加一點吃 嗯 我覺得 麵仔汁是小了一點 麵仔汁如果多加一點 所以想要蠻爽的 但是他們的叉燒 肉塊也是蠻嫩的 然後有很重的焦醬味 而且它就是一碗 60塊而已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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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會排那麼多人 上次會有來過一次 大概是五拜五的晚上 六點多 那時候已經開門 然後那時候外面 大概也是要排十分 那時候外面大概也是要排十分 那是因為太多人 我就沒有排了 就是真的值得 開店前的二十分鐘 真的不算什麼 可以看到它的湯非常的濃稠 這樣倒一下 好像稀飯的感覺 有叉燒跟有醬的地方 我們要吃掉 下面留白飯 直接拌一碗 純土飯 掰掰 下次一定要再來吃吃看 他們的那個富士酒 那個叉燒至少會超香的 這間伊拉麵真的是非常的棒 我很喜歡 雖然它的湯是走肉泥湯 都是青窗豚骨的 但我還是非常喜歡 很重我的口味 那想要吃真的盡早來 現在超多人在排隊了 這間伊拉麵我一定會再來 那我們就玩我們吃爆台南拉麵的 下一間吃進吧 走吧 哇 我們馬上來到我們的第二間拉麵 這間是寶萊軒 它也是豚骨系拉麵 這間我想要吃很久很久 只是 聽說它一直要排隊排很久 那每次架子要排隊就很懶得懶 今天是禮拜五 我大概五點五十到 現在幾點 現在是六點四十分 我等了我們等了五十分鐘左右 前面大概排了六組吧 那現在外面排隊的人數大概又是七八組 這麼多了 今天我們有放哥一起來吃這間拉麵 因為大家都很 對這間都很興趣 你點的是什麼啊 某多特製 某多特製 豚骨拉麵 那很可惜很可惜的是媽的 噢出口 我就是有點為了它的叉燒飯來 結果剛剛問店員店員說 叉燒飯買 賣完了 五點半開始 六點半叉燒飯賣完 沒辦法 只好點一個白飯來叉燒中速 只好點一個白飯來叉燒中速 好我們就直接把加點的蔥加下去 啊不要好 先不要好 我來看一下它的料 買飯喔 謝謝 有豆芽菜 木耳 有蔥花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黑蒜 叉燒粉厚一罐 哇好香喔 它整個臀骨味道超鬆的 夠香的香 好我們先來喝一口湯看看 整個加這個黑蒜圓 清澈的臀骨湯 它就是很乾淨 不是肉泥的 清純然後加上珠貝籽的香味 那它們一樣是這個細麵 噢這種一攬的細麵我覺得 很好吃喔 火的好好吃喔 油嗎 不是油 是濃苦香 很濃 然後麵條的軟硬露剛好 我麵條是點硬的麵 蘋果來拍都是增加它麵條的口感 它們會排那麼多耶 排那麼久真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非常喜歡 真的是非常喜歡 然後我看Google評價它有是說 如果你是不想排隊的 建議你開門前15到20分鐘就先來排 這樣就不用排隊了 你可以第一輪就進去 比較有機會 因為它室內大概 其實以拉麵店來說 它室內的座位是蠻多的 如何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 麵我很喜歡 我喜歡這種細麵 然後我是正常的 沒有在硬 但是我覺得這樣 我還蠻暗的 它不會太軟爛 剛剛說我覺得 我是蠻軟嫩的 不會很柴嗎 不會 我還沒吃 不會很柴 然後也不會很膩 它湯頭是你可以的嗎 湯頭我OK啦 湯頭我OK啦 我會太鹹 可是我木耳我不喜歡 那你確實在跟他講你不要啊 它可以喔 可以啊 它的唇膏應該有調過 我像日本人比較喜歡 它應該有調過 比較喜歡台灣人 對 你要不要喝喝看我看 好 黑蒜肉是什麼 黑蒜吧 應該它是熊粉的 比較重口 黑蒜有一個 柴香對不對 不知道 不知道 它可能就有點像是芝麻油菜 就是要擦擦看 對 有味道 嗯 好好吃喔 好棒喔 好可憐 沒有叉燒的飯 對阿 沒有叉燒飯 我想要會會看 每一家拉麵店都叉燒飯 我來吃吃飯他們的叉燒 他們的叉燒真的是還蠻肥厚的 這種叉燒最怕的就是 吃起來會很腮牙痛 很差咬一段之類的 吃香辣肉飯 厚度其實是還蠻有的喔 哇塞 哇塞 完全沒有我做的菜 咬不斷 這個感覺就 厚更是嫩 完全就是關哥最常講的 一咬就過去 一咬就過去 好嫩喔 它的湯啊 嗯 哇這間太喜歡了 它完全中我這個春苦愛好者的味道 加一點蔥花的話 小小一盤 這樣一份一個人吃飯 好 加蔥花去拌 趁湯還是熱的 我們來一口白飯配春苦湯 白飯 白飯的日文 你會講 厚喊 是嗎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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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會這樣白飯的香味 真的 你覺得還好嗎 這海苔就泡著泡著都會 軟 軟掉濕掉 這個怎麼會吃 再吃一口 好棒喔 他們海苔很好吃 還不錯啊 濕掉還是蠻好吃的 真的還好耶 ride 還以為你會 我覺得還好 我沒有那麼愛喜歡 他們去拌 他們的拌口 THEY 溫泉蛋啊 一樣 半熟蛋配我們的麵餅 超高的 它快要濃厚喔 台南拉麵 心中第一名的位置 很多些拉麵它只有固定一個口外 所以 有時候吃了一次你就不會 會想要再去吃 但是可能不會這麼平凡 但是他們家有很多種味道 你可以跳著吃跳著吃 又有炸燒飯又有白飯 一邊跳一邊吃 要把我的碗這樣跳 讓老闆快點吃吃 讓我幫你把這個撈給我 可惜啊 拿木耳飯是炸燒的 木耳湯好吃啊 你不喜歡嗎 我喜歡那個香香脆脆的口感 很好吃喔 好燒燒喔 我已經很久沒有吃拉麵 有這種悸動的感覺了 中國湯配白飯 就跟吃薯餅漢堡一樣爽 澱粉加澱粉 只是我覺得他們的飯好像煮得有點濕 對啊我剛剛有發現 會覺得有點濕 他們店員的就是工作的態度很認真 插桌子啊 就是把它排排的時候 都是很仔細在很用力在插 然後排桌子跟椅子都很仔細的把它排好 好好吃 不用多說真的就不太好吃 最後一口 吃的立竿熱筋 好爽 真的是好爽 趕快讓下一組進來吃吧 三 吃的有夠飽的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吃爆台南拉麵系列的兩間拉麵 那我們會持續往台南的拉麵店去發展 或是台南的什麼東西我們都去吃爆它 那我們這個系列大概就是會找兩間店啦 因為拉麵這東西我吃太多我怕胖 我吃不下 所以我們吃爆拉麵就原則上我們就去吃兩間這種店 那如果你有想要看我吃爆 七爆 那如果你想要看我吃爆什麼系列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或是你還有什麼好吃的 好喝的 有趣的 也都歡迎留言或是視訊我的IG 那我們就期待我們下一集吃爆系列吧 下次再去吃爆七大件拉麵 大家 掰掰 喔好飽 走吧 實在是太飽了 但是它那個豚骨湯真的很好喝耶 我喜歡 接近我台南 不是卡的嗎 接近我最喜歡的豚骨拉麵的前三名呢 我認為非常的棒 而且它是少數台南拉麵店裡面有叉燒飯 有白飯的 現在很多台南的拉麵店它有叉燒飯 它不一定有白飯 那有白飯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泡飯是一種滿足胖子的欲望 好啦 掰